新竹市長林志堅在7月8號即將要進行交接 隨後將前往桃園投入桃園市長的選站 交接前夕他也率領了市政府的一級主管 前往各大廟宇參香 祈求市政順利國泰民安 在這裡也要向我們所有的鄉親來補國 之前很感謝我們的鄉親世大 之前在八年前有機會來做我們社會市長 那年我這39歲一個年輕市長 時間在過得很快 頭問現在也拼了 作文也越來越多 年輕市長變成中年大叔 林志堅也說他到桃園參選是擴大服務 是責任是榮耀也是一項使命 從念書到成家立業都是在新竹 尤其擔任市長之後受到鄉親的支持 市政府團隊才能夠有今天的成績 千言萬語總是要最感謝 就是我們鄉親對新章市政府 對之間的照顧和困難 我們這幾年來 不是建設做得好而已 我們在很多媒體的民調裡面 我們新章市總是幸福城市 我們經常都第一名了 另外我們市民對我們新章市政的支持 都超過七成七成五 那市民對做一個新章人 有超過八成都感覺驚悟 也感覺到非常的光榮 這是我感覺這幾年來最大的一個收穫 最大的一個收穫 最近林志堅也深陷論文的風波 他引用長輩常說的一句話 說的人要有口德 聽的人要有智慧 在參鄉的行程當中 也有鄉親準備的花束送給林志堅 祝他一切都順利 記者萬事連新竹採訪報導